第五代的 Lexus RS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款车 这款车的外观真的是帅到爆炸 不管你是什么年龄程度的人都会喜欢这款车 这个车头设计真的是太时尚太好看了 因为它采用了史下流星的无边界冲框设计 可以看到其实这个 bumper 跟这个中网是联维一体的 只是它们颜色有一点点不一样 而且采用了很多这种格型的材质 整个车头看起来一体性十分的高 但是我更喜欢的是这个全新的头灯组 在头灯组不仅内建的Projector 还有这个 Lexus 一直以来都有用的这个倒沟式的 热剪新车灯当点亮的时候 整个车头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气 讲真的不管是什么年龄成段 我觉得看到整个车头设计都会很喜欢 加上这个香槟镜的Color真的是nice 新车之前来给你235 50 R21 的超级轮胎 这个 Bridgestone 的轮胎呢它抓地效果也不错 讲老实话Sedling 带的Lexus 车款呢 在这个操控表面上面完全已经不输OC了 不过呢这个Rim 真的要大大讲一下 虽然讲它不是那种双色设计 但是它采用了这种碳银色的设计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高贵 配上这个车身颜色 开出去整条街最鲜艳的就是你 这个门采用了电子门把的设计 前后左右四个门都一样 漆漆一按就可以打开门 少了一个拉门把的动作 而且大家听一下 这个关门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好听 这个车尾跟车头一样的帅气 很少会看到Lexus 的车款才有这种连贯式的LED尾灯组 还有直接把Lexus 的Logo 放在这边 不是那个圆形的Logo 是这个字样 Lexus 而且这个门还有这个电子开关 打开之后你可以看到 RX 还是RX 它的这个尾箱空间非常的深 而且如果你要放倒这个椅子的话也很方便 这边有两个button 你按一下 它就会自动倒平了 然后大家看这边 这个勾勾是不是跟前面的Data Naminite 很像 而且它还是代表着L 也就是Lexus 这个字样 所以你看 这辆车的小季节真的是拉到满满 打开这个引擎盖 你可以看到Lexus 开发的全新一代涡轮增压引擎 排气量是2.4公升 最大马力表现是275HP 分之流流表现是430Nm 匹配八速自排变速量 而且还有All-wheel drive 系统 这个引擎的动力 比起上一代的2.0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还要强 所以开起来感觉会不错 而且重点是它采用全新平台开发 这全新的平台操控真的是一级棒 进入内装我们先开始Engine 可以看到吗 自动的方向盘 机翼座椅 而且这个引擎的电波声非常的清脆 代表着车辆的隔音非常的好 你几乎听不到引擎的声音 然后除此之外 这个椅子的座椅 包覆性也非常的好 坐下去就是非常的舒服 果然是一辆顶级的豪华车款 然后在做工方面 你完全不需要去担心Lexus的做工 看到吗 打孔皮 Alcantara 门板也是用的Alcantara 而且里面的这个门把 同样也是电子式的门把 打开关起来这个声音听一次开心一次 然后这个玻璃呢采用的是双层玻璃的设计 可以看到吗 我开关玻璃基本上是没有声音 完全收不到它的声音 这个就是日本的工匠精神 他们每一个细节都注重的很清楚 然后在这个萤幕上面采用的是14寸的巨大触屏主机 然后你注意到吗 这个冷气的控制这边 这边中间也是有个彩色的这个萤幕 非常非常的好看 看了就是让人心旷生意 声音的细节包括了氛围等等等 我不需要去讲太多 而且重点是这款车的轴距达到了2850mm 对比上一代长了60mm 所以里面的空间表现更好 加起来更爽 而且重点是你可以看到我的坐姿吗 这辆是一辆SUV 可是我的坐姿非常的低爱 加上前面的抬头显示器 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驾车过程 这个后面的椅子真的是可以 我很少会坐到一款后面椅子 可以完全支撑我大腿的车型 坐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就算这辆车是All-View-Ride车款 它中间的骨骑面积也不大 所以其实你要中间要坐人是可以的 然后再看这边 这边有这个独立控制的冷气面板 温度可以控制 然后还有这个Aircon Seat的功能 旁边有两个USB 独立的出风口 所以坐在后座乘客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重点还有一个 这辆车是有老板肩的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椅子推去最前面 给你一个更好的空间表现 然后为了提升舒适性这辆车的椅背 也可以做这个角度的调整 看到吗 而且调整的角度非常的大 开长途的时候坐下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目前这款车已经可以在马来西亚预定了 你看到是不是很喜欢 我也是一样 我迫不及待想驾载款车 你们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快点去Lexus Showroom试一试 也希望Lexus快点安排试驾车给我们 好啦 这个就是我们简短的新车介绍 好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